美軍戰略司令部指揮官警告 中共對核武庫的快速投資 使其帶來的威脅正在迅速增長 将对美国及其盟友 带来重大的战略挑战 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 海军上将查尔斯 查理德 8月12日在太空同導彈防御研討會上 發表演講時 描述了中共的威脅 查理德說 他們正在目睹中國的戰略突破 其核力量和常規戰力的爆炸性增長和現代化 只能用令人驚嘆來形容 坦白說 令人驚嘆這個詞可能還不夠 查理德呼籲 一切照舊是行不通的 美軍必須通過所有領域 加強對中共的綜合威脅能力 包括加強常規戰力和核能力 密切同學術界、工業界合作 以了解國家安全 發展先進軍事科技 並加深同盟友的合作等 查理德警告 國防部的每項戰略計劃 以及我們擁有的每項其他能力 都建立在我們可以保持戰略威脅力的前提之上 如果失去戰略威脅 特別是失去核威脅力 我們的其他計劃 和我們擁有的其他能力 都不會按計劃的這樣運作 查理德說 中共當局正迅速提高其戰略核武的能力和數量 並加強各種導彈的威力 包括分導式多彈頭彈導導彈 中程彈導導彈 移動式洲際彈導導彈 和潛射彈導導彈等 這不是查理斯首次對中共的核武現代化 轟響警鐘 然而 鑑於上個月 關於北京擴大其核武設施的報導 他的評論格外引起外界關注 查理德警告 尤其當北京和莫斯科之間 正在發展緊密的防務關係時 美國將史無前列的 同時面對兩個核武競爭對手 查理德說 美國還需要加強與盟國 和合作夥伴的互操作性 並以嚴格的標準進行聯合演習 以加強實戰能力